而在南台灣的高雄縣市呢 今天也正式合併 高雄市長陳菊呢 今天就在就職典禮上表示 希望未來中央不要再重北其南了 而遠在日本的姐妹市市長 也到場祝賀 批示第一份公文 陳菊正式接任合併後的第一任高雄市長 就職典禮上不只謝長廷 和葉菊蘭兩位前市長都來管理 連日本的姐妹市包吻子市市長 也來共襄盛舉 在演說時發表未來發展藍圖 陳菊也不忘向中央政府喊話 希望未來別再重北侵南 典禮後陳菊也到議會關西議長選舉 對於民進黨無法撫會完全執政 他也表示接受與尊重 民主就是說會定都能夠大家充分的滿意 是民主就是說你不滿意 但是經過民意的決定 我們可以接受 希望大家在歷史的轉捩點 都能夠為大高雄的發展 拋棄南地的思維 為了慶祝縣市合併 高同市校 一點封街舉辦全亞洲最大的祈求遊行 陳菊也前往參加 帶領著超過五層樓高的卡通人物造型大氣球 以及各式人偶和民眾同樂 沿途還一路發放氣球 不少民眾都搶著要接下第一任高雄市長的禮物 記者文靖孫孟全 高雄報導